大家好 我是安国人们是打假和假 然后就在这阵子啊 我们以为全世界的疫情啊 好不容易已经要走向趋缓了 那我们也看到非常多国家 已经陆续开放自己的国门 然后也规定说 这个要入境我们的国家 必须要打什么样的疫苗 所以我们当时就戏撑 在台湾的高端战士们啊 很多国家没办法去啊 现在公开也只有四个国家能去 所以如果有一些留学生要去 比如说美国的话 就必须要打满这所谓的国际认可 或者美国他们认可的疫苗 所以当时觉得非常好笑啊 完完全全被美国爸爸出卖了 但是啊各位就在大家觉得 生活慢慢可以放松下来 疫情终于要走向一个趋缓的同时 结果啊在这几天又爆发 全新的变种病毒的新闻 尤其非常多专家已经说 他的这个传播力啊胜过Delta 那这则新闻写非常清楚啊 魔王变种 Omicron有多可怕啊 专家刷疫苗效力恐减48万 当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真的觉得怎么样 好累哦各位 为什么我会觉得好累 尤其我一直看到这些西方国家 看到这些白人 疫情明明没有趋缓跟我们这个亚洲比起来 尤其跟中国大陆比起来 中国大陆基本上几个案例 把整个小区啊全部都要去做筛检 或者是全部小区要去做封锁 我相信大陆朋友们都记得这阵子非常辛苦的生活 但是啊你当你每次看到西方这些国家 明明自己国内的这个案例数都还是破万的时候 就对他们来说已经叫做趋缓 所以纷纷一堆人都不戴口罩 然后去参加party 然后开心的玩乐 完完全全忘了 现在全世界的人们还在笼罩在疫情的当中 所以韩国人当时就告诉大家了 这种变种病毒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尤其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变种病毒 不管Alpha或者是Delta 哇一堆的变异株 所以啊你告诉我这些西方国家整天注重人权 我就觉得非常好笑 所以啊进入到今天这个新型的变异株啊 Omicron啊 在当地南非啊以色列啊香港和比利时啊出现病例啊 由于具有传播速度快啊 而且可以降低现有的这个疫苗效力的特性啊 恐怕在未来几个月内成为主导全球疫情的病毒啊 然后当时啊媒体也报道说啊 Omicron变种病毒传染病的专家称 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变异株啊 具有先前Alpha、Delta等变异株所令人担忧的突变啊 Omicron拥有50多个突变 而在赤塗蛋白根拥有32种突变啊 足足是Delta病毒的两倍 是目前图片最多的变异株专家 担心啊现有的疫苗效力啊 可能减少40% 而赤塗特定的两个独特的突变啊 更成为帮助病毒打开通往人类细胞的大门 所以啊各位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数据 然后一看到这些内容不妙了 尤其现在全世界韩国人刚刚已经跟大家讲 一堆人已经开始不戴口罩 也不看看自己国家自己有没有把疫情控管好 几万案例就敢不戴口罩 你又不是像中国大陆像一些国家 可能真的已经到个位数的案例了 人们才开始怎么样 比较稍微放松一下 因为有国家作为后盾 所以啊专家又指出啊 Omicron变种啊 携带减少同时存在的P68EH-N679K的突变啊 能使该变种病毒啊 更具有抵抗疫苗的能力 这才是Keypoint啊各位 所以非常多现在疫苗大厂啊 像辉瑞啊 像这所谓的莫德纳啊 他们也只能怎么样 要赶快去研究这个加强针啊 看看怎么样去对抗这个新型的变种病毒 而且南非已经确诊至少有70例 还有非洲波扎那有三例 波扎那就是一开始那么狂发现的地方啊 那香港有两例啊 也是从境外啊 以色列有一例 确诊与两例疑似病例 比利时现在有两例 所以这个最新的变种病毒一公布啊 哇在台湾也是怎么样 让很多人人心惶惶 尤其啊又快要到跨年了 所以非常多县市也在讨论 要不要继续的做这个跨年的演唱活动啊 之类等等等 而且啊 Omicron来势汹汹啊 全球陆续寄出入境的禁令 南非的机场涌入人潮画面曝光啊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变异株 欧洲各国纷纷禁止 六个非洲国家入境 这也导致南非约翰尼斯堡 国际机场今天出现大批的旅客 由于Omicron 从今天起禁止所有来自南非 和非洲南部邻国的搬机入境 而美国、加拿大、欧洲、亚洲啊 多国都陆续跟进 会是很搞不清楚 这世界的国家 为什么一直不断的 要让这个入境 那么方便、那么快速 明明疫情现在还没有告一段落 这也是我一直长期问问大家的嘛 就像你看台湾现在有学习冲国大陆 回家就要隔离14天嘛 这也是最早中国大陆就开始在做的事情啊 所以我当时一直在问 到底谁在尊重人权 到底谁在保护人民的性命 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些西方 整天主打民主 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是民主的乱象嘛 不戴口罩 然后可能去英国啊 可能像这阵子说 去美国只要打满两剂疫苗 你就可以入境 然后又不用隔离之下 但是各位 变异株一直出现一直出现 然后接下来可能又要突破 我们现在打的疫苗了 那请问一下各位 就忍耐一下下忍耐一下下 戴起口罩 哈提扫办 我真的不知道这有这么困难 而且各位 我们也知道这阵子 全球也是面临到缺粮的危机之下 因为疫情没办法压下来 那很多国家动不动就怎么样 哦疫情一松下来马上又开放 哦一开放然后疫情又升上去又怎么样 又封锁 甚至有些国家已经陆续开始有一些论述 就是说我们要与病毒共存 但是各位 我一直觉得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我当然知道 新冠病毒不容易对抗胜利 因为它太多变种病毒不断出现 但是各位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世界这些国家为什么不想想看 请问一下变种病毒 为什么一直出现 也就是人类一直重复的感染 然后又加上现在打上疫苗 然后这些病毒又想要突破这些疫苗 这样嘛不断的一直重复嘛 我们之前跟医生聊 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清楚 跟韩国人说 人类的世界以这些西方的做法 可能真的全世界最终会走向 与病毒共存的这个非常惨的地步 所以就在全世界的疫情 现在又看似要雪上加霜之雨 所以就在台湾人必须要好好面对这些病毒 同时大家也是戴起口罩的同时 结果你看台湾的媒体今天 竟然对于这Almcron这几个字 又开始做一堆无聊的新闻 尤其跟这些美国的西方政客们 一起随之起舞 然后就只是为了要打击什么 就是为了要打击中国大陆 要效忠中国大陆 就在今天台湾的官媒中央社 突然报道一则新闻 然后我看到非常多绿媒都在转传这个新闻 也就是啊 新变种病毒命名为Almcron 然后他们就在讨论 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要跳过New跟XI呢 掀起热议啊 然后内文就写 本来大家都叫这个病毒本来都是New病毒 但是后来他们就正式命名为Almcron 但是啊 纽约邮报啊 这个真的是不入流的一个报纸 世卫没有立即解释原因 但一些网路用户和政治人物推测 世卫要跳过New是为了 避免与New也就是新的发音混淆 那跳过XI啊 则是因为啊 跟大陆领导人的姓氏拼音 类似啊 真的觉得好好笑哦各位 真的已经低等到这种地步了吗 然后提出这质疑也是 是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 在推特上转推英国美日电讯的 这个所谓的一名编辑的发文 内容引述四位消息人士 你看又是这种不知道谁在讲的话的 宣称跳过XI啊 是为了避免对区域的污名化 然后啊这个美国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克鲁兹 就抨击中国大陆在COVID-19疫情爆发中的角色 他写道啊 如果四位如此害怕中国共产党 要怎么相信四位会在他们下次 试图隐瞒灾难性全球大流行 并使指责他们呢 真的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 这是我们的官媒报导一个不入流的参议员 各位叫什么有这么重要吗 我不知道今天这种新闻可以上我们的官媒 我们这么重要的媒体耶 然后就一个美国的参议员 请问一下美国的这名参议员 你要不要看看你们现在疫情还是什么德性啊 我今天看你们疫情都还是上万例耶 请问一下你要跟中国大陆比什么 为什么今天开始对于这个命名热议 因为很多人都说啊 因为这个命名啊 都是用所谓的希腊的字母表啊 像一开始Alpha Delta Gamma还有Delta 那为什么这次不用New不用XI这样子 好像怎么样啊 你是为了要去讨好中共是不是 然后就可以做这种无聊的讨论 那我就讲啦 那如果你真的要这样怀疑的话 Delta下面是什么 Epsilon 对不对还有E耶 全世界现在大家因为要面临这最猛的病毒 可能各国要空重回封城的生活 结果我们的这个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 还在去讨论这所谓命名为什么要跳过XI 是不是要讨好中共 然后台湾的媒体就把这些新闻当做好像 哇可以炒作继续让大家笑愁中的一个新闻 然后甚至这绿媒就直接写什么 这个WHO新变种病毒命名跳过XI啊 有这个绿的律师啊 就说啊原来啊 古希腊千年前就在乳华了 各位到底在干嘛 然后最可悲的是又去访问什么民进党的人 然后民进党的人也在那批评说 哎呀这一次这所谓的跳过XI这个名字啊 台北市议员民进党籍的简苏培也批评说 这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因为在民主国家绝对是按照希腊字母去安排 我觉得WHO不要再继续为大陆服务了好不好 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为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健康来把关 哇你看又车什么民主国家 请问一下民主国家到了此时时刻 非常多地方都疫情没办法压下来 甚至演变成现在各种的变种病毒 然后你看民进党的人还可以继续讲干话 讲什么民主国家 你不去一起去思考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抗全球疫情 台湾不是最想要当No.1 台湾不是最想要当对于全球疫情最有贡献的地方吗 还在那讨论为什么要这样命名 那那些因为新冠病毒死掉的台湾人 我够虽小耶 而且各位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很好笑 你要嘛今天你就是全部的变种病毒就用元首好不好 用他的姓 或者拜登病毒好不好 我们蔡同学就蔡病毒好不好 你全球这样轮一全轮到中国大陆 结果就突然他们没有要用中国大陆 你再去骂我觉得还怎么样 我好像还有一点合理哦 这今天完全不是啊 人家WHO也没有用 所谓别国的元首的名称 拿来当做他们命名的依据啊 而且这一次是非洲出现了这个变种病毒 那为什么不叫非洲变种病毒呢 无聊至极嘛 讨论这一些然后你看到台湾一堆媒体 这个新变种病毒命名为Almacron 有长玄机啊 为什么要跳过New 还有BXI啊原因曝光了 我真的不知道台湾今天可以沦落到这种地步 然后加上这个绿媒 还po这个新闻说啊 怕谁气扑扑啊 哦新变种病毒Almacron命名有玄机啊 避开XI有原因啊 每一人炮WHO啊不敢得罪中共啊 你看这是台湾大媒体的水准恶力啊 所以最后韩国人只想告诉大家 我们这样疫情会好吗 台湾今天只能跟着美国 然后一直怎么样把这议题当做一个笑话 然后继续好像笑中国大陆 然后呢 你笑完世界的人民就可以恢复以往的生活吗 甚至有些人说啊 叫XI刚刚好啊 因为这一次病毒就是从大陆起源的 诶 请问一下证据在哪里 到了此时此刻 连美国一些机构去调查 都还没办法百分之百指控是中国大陆起源的 这起源真的是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而且今天哪一个国家起源 跟是不是他害世界的有什么关系 那世界那么多种病毒 艾滋病啊 H1N1那也是跟美洲非常近的起源的病毒 那这是美国害的吗 或是墨西哥害的吗 对不对 我们不会这样讲啊 你们真的已经完完全全 为了骂而骂 今天这一些不会让人类的世界更加美 这只会让人类的世界不断的仇恨 尤其台湾也在跟着炒作这一波 然后一堆乡民都在那狂笑 然后说世卫下跪大陆 那你今天世卫都下跪大陆 那台湾还有什么机会你告诉我吗 世界那么多组织全面都下跪大陆 那台湾还有什么机会吗 完全不用脑的 然后整天在那讲这种干话 今天不管叫XI叫什么 我跟各位讲啦 传到人的体内都是港湾 都是一样的啦 不会因为他叫什么名字 叫拜登病毒也好 好像这个病毒就不可怕 不会好不好 而且世卫今天也讲了 他们取这些名字 都是希望能避免歧视 而且姓XI的人 也不是只有大陆领导人啊 所以去扯东扯这个扯那个 真的 这个都只有这种先天带有歧视 或者是本来就没有真心 要人民自由的这些人 才会去想 他们脑袋如此的独裁 只会去想这种无聊的东西 真的很可怕啊 台湾随之起舞啊 真的没救了 结束 仅 menše 圣椅 小飞 那 た